你要先从比较确认的事实来讲 比如说美国 美国五角大厦已经认为 这个不是飞弹击中 因为飞弹击中 你从雷达跟卫星 可以看到飞弹发射的轨迹 那基本上没有发现 所以现在普遍是倾向 是那个飞机被人家装上的爆炸装置 那可能是一个轻微的爆炸 估计爆炸物是一公斤以下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28000英尺的时候 在30秒内 突然下降了8000英尺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爆开的时候 那后来可能就是驾驶员失控 就整个坠毁 这个大概我们先就那个爆炸的性质 那如果是飞机内被装填爆炸物 那就变成各种力量都有可能是凶手 我先讲一种可能性 因为北溪第一时间美国也都说是俄罗斯炸的 那讲到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是俄罗斯干了 所以美国的政治人物讲的话就不要听 事实上美国这个五角大厦 我觉得还是讲的重点 就是它不是飞弹集中的 第二个你就来看 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 乌克兰事实上在几天前 它的军情局还公开承认 说克里米亚大桥是他们干的 而且你记不记得去年这个时候 也有一辆车被装上了炸弹 本来是要炸那个Dugin的 那个普丁的那个大师嘛 就炸死他女儿嘛 所以乌克兰的特勤人员 潜住俄罗斯干这件事 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为他们都很熟嘛 而且这件事情最大的获利者是谁 第一个当然就是乌克兰嘛 因为我们讲这个瓦格纳里 现在跑去白俄罗斯 最大的威胁第一个就是波兰 那第二个就是基辅嘛 因为距离基辅只有100公里 有战力的拥兵 而且让你瓦格纳全灭 你的领导阶线都在上面 对不对 你的领导阶线都在上面 那当然对乌克兰是最有利的嘛 至少俄乌战争对俄罗斯是一大打击 那第二个 第二个获利的是谁 非洲现在尼日不是在政变吗 尼日政变者最大的支撑就是瓦格纳 那现在谁在对抗他 美法联军啊 美法联军啊 那当然就整个俄乌战争 除去瓦格纳当然也对美国有利嘛 对北约有利嘛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普利哥金最大的死对头就是 国防部长邵伊古 所以会不会是俄罗斯军方内部路线的冲突 比如说瓦格纳是激进派 他想要扩大战场 那国防部反对 所以就有人把他干掉 那最后一个就是普京啊 普京会不会说 你曾经背叛过我 所以我就用特攻把你干掉 不过坦白讲 我认为普京这个几率是最低的 因为这个对普京没有好处啊 你俄乌战争 失去了瓦格纳这个凭借 其实对俄罗斯是很大的损失了 大使因为西方面也都说 一定是普京干 我是觉得最后一定是罗森门 一定查不出来 一定查不出来 不过就是说有两个问题 我觉得从就是说 现在俄乌战争的整个的 俄罗斯的战略利益来讲 第一个就是说 瓦格纳到了这个白俄罗斯以后 立刻造成这个立陶宛跟波兰的 严重的一种威胁感 那事实上的话 我就在 我当时就在想说 这是符合普京的战略利益吗 因为虽然这个立陶宛跟波兰 不是俄罗斯的对手 可是他是 他是这个北约的盟邦 如果真正发生了冲突的话 那就是这个战争 尽快升级 世界大战 这个以普京现在 反攻为首的战略来看 在东部战线1000公里 他基本上就是首饰了 他的这个防线都做好了 那就等你 这个乌克兰字头罗网 然后来消耗乌克兰跟西方 在等待西方跟乌克兰之间的 嫌隙增大 然后呢 欧洲跟美国的嫌隙增大 最后呢 走向谈判桌 那所以现在提高在这个 这个立陶宛 跟这个波兰 那个对普丁的战略来讲 我认为是相反 背道而驰的 这可能不是普丁的想法 可是呢 对于瓦格纳来讲的话 他那么一支部队 我觉得他们的动向 是不是没有跟普丁 在做一个怎么样 战略的一个沟通 所以呢 反而变成坏了普丁的布局 另外就是非洲的部分呢 我觉得就非洲 因为现在整个西非共同体 他们是反对 这个 现在的尼日的这个军事叛变 因为西非非 非洲国家化 这个政治不休明 问题很多 已经布基纳发售 好几个国家 已经发现这个政变 所以西非共同体 他们是反对政变 可是呢 他们也反对 法国跟美国的干预 所以呢 他们是希望 这些不要再有 这些军事政变 这些西非共同体 这些国家 过去都是支持普丁的 所以呢 如果在西非 一直在出现这个问题 普丁的非洲支持 会受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 应该是值得考量的 蔡教授 普丁目前想把 这个普里格金被杀 引导 是跟乌克兰有关 所以他有特别强调 他所领导的 这个瓦格纳 在乌克兰战争 反这个新纳粹 他的表现非常的英勇 所以这个新纳粹 对他仇恨有加 那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来产生报复的一个行动 那当然 泽伦斯基在第一时间 马上就否认了 说不是我干的 这是乌克兰的 第一个时间的反应 那有人就引导说 那有没有可能是 欧美的国家 美国人所做的 因为在前两天 普里格金在非洲出现 一般估计 他应该在马里 或者尼日尔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瓦格纳的三千个部队 三千名的军人 加上一千名的伊朗的 这个卫队 就是总共四千人 然后从马里进入到 这个尼日尔 来帮助尼日尔的 这个军事组织 来跟法国跟美国对抗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的现身 那理论上讲 他也跟当时俄国 驻尼日尔跟驻马里的大使 他们有握手 所以很明显的 他的行动 是经过普丁的指示来做 那如果说做到这个程度 突然间 他回到这个莫斯科 回到 然后就被杀 那这样子的情况 就让人家感觉 这个好像不太合逻辑 可是有的时候 在你要干掉一个人 你反而有的时候 就要做的是 我绝对不会干掉他 有的时候是这样 这也就是我们讲的 国际阴谋 就好像北溪二号线一样 美国人明明就是要 把它炸掉了 那还要做成根本 没有可能炸 一样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相当有可能 俄国有可能 美国有可能 乌克兰有可能 但是普里格金是不是真的死呢 也不一定 现在还沉迷 很多人说是不是炸死 为什么说呢 因为还是有人认为他炸死 可是问题是 现在是连普丁都说他死了 因为普丁去哀悼了 应该可以判断 没有普丁都说他死了 那这个就有两个下场 第一个是他真的死了 第二个呢 他已经被普丁官宣死了 认定他死了 所以他从此以后 他变成废人一个 他必须要永远隐居 他必须要在这个地球中 消失 不是 不是在地球表面消失 是要在地球中 人的饰演中完全消失 不能够再出现 社会死亡了 对 社会死亡 所以他变成一个 毫无影响力的人 因为他不能够再跟任何救赎 有任何联系 掉兵险将 这样的情形 才能够勾成炸死 所以他变成一个废人 因为他已经被普丁官宣死亡了 所以他如果还活着 他就是一个废人 如果他真的死了 那我们就问是怎么死的 事实上有大背景 大背景就是美国所主导的 二战之后的国际金融 尤其是金融秩序 有严重的问题 比如说世界银行贷款不利 然后国际货币基金 每次去做金融危机救援 都附带一大堆条件 然后让第三世界国家 都非常的愤怒 那第二个就是 你美元借着自己的霸权地位 不断的升息 那你有顾到其他国家 美元负债的压力吗 没有 那第三个也是美国自己造成 因为俄乌战争你把Swift 支付机制拿出来当作武器 这俄罗斯首当其冲 那接下来也有很多国家会怕 他成为下一个 对 所以这三个因素 就是基本上就是 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在思考 就是你美国这个金融体系 出了严重问题 这个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 Swift的机制 还有你滥用美元地位 这都是问题 那以前早就是这样了 为什么现在 现在变成可惜了 因为出现了No.2 叫中国 它是141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那有足够大的GDP 17.7兆来做支撑 所以才在这个时间点 就诞生了 所以美国当然会把它理解为 这个二战以来重大的挑战 我认为这个是二战以来 非美国主导的第一大里程碑的事件 因为你几乎可以预期 未来如果是到联合国的经济社会 组织发言 委员会发言 或者到G20发言 金庄会议一定会变成 第三世界国家的会前会 没错 对不对 跟你G7不是刚好对着干 所以这必然发生 另外一个就是 国际支付的机制 就会开始产生金专支付机制 这几个国家就会 把他们的既有的整 支付的系统做整合 那当然你跟Swift不能 没有办法比 Swift假设有11,000家银行 那我认为金专支付机制 大概会有4,000家 那4,000家就会构成说 我有一些东西 我不要让你美国知道 我不要让你监控 所以美国对于全球贸易的掌握度 就会变弱 而且很可能人员交易 因为你刚刚讲到了 近来的国家 已经大概包括全世界人员交易 40%了 那如果人员交易 以后都透过金专支付机制来处理 而且用本币交易 用非美元交易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坦白讲是一个极大的创新 那美国就要面对 这个未来精端这些国家 提出来对既有的 全球经济的一些看法 而且我认为一定会 有一定的摩擦的火花出现 比如说 他们可能就会开始要求要 公平发展 这种概念 就是说 不一定只是按照什么 金融自由化 金融也要公正 所以我认为 未来会有很多的概念上的冲击 那要是我也会认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世界新秩序吗 当然是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 他们已经开始对于 国际的金融机制 就是联合国的两个金融机制 已经发起挑战了 因为他们认为 金砖5 现在加6 就是金砖加6 11个国家 他们在四电银行的比重不对 然后他们在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比重不对 在四电银行 他们才占13%的股权 而美国一个国家 15%不合理 MF 这么多国家加起来才15 所以这些不合理都要改变 那如果是如此的话 各位想想 在这次的G20的会议中 印度要不要把 金砖国家的这个意见 纳入它的议题里面 那这样的话 对于欧美的这个经济体制 已经直接挑战了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这次新加的六国有地缘政治的考量 你把它分开来看 你会发现 拉丁美洲两个国家 巴西 阿根廷 然后在亚洲两个国家 亚洲没有增加印尼 但是很有可能 明年印尼就可以加进来了 那亚洲国家 就中国跟印度 然后你再看一下欧洲 欧亚大陆一个国家 俄罗斯 可是非洲增加两个国家 例如说 非洲增加了埃及 北非 以及这个二塞俄比亚 台湾翻成 伊索皮亚 东非 而且都是 所有加入的 除了阿根廷以外 都是超过一亿人口的大国 所以人口数又增大了 那另外还有就是在于 中东地区的两个 富有的这个国家 阿联酋跟沙特 也都加来了 满手石油 对 然后伊朗是中东 但是已经接近中亚 的这样一个国家 也加进来 各位你有注意到了 这个伊朗也已经加入上海 合作组织 而沙特也提出 要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而这两个国家 同时都加入金砖 那你想 在整个这个石油 这个比重 石油占了45% 所以在定价权发言权里面 已经有相当大的分量 天然气超过2分之1 超过50% 所以天然气的支配权 很明显的 金砖加 绝对有支配权了 那他们又主张要求 要用多元货币 这个一讲到多元货币 这个美国人就头痛 因为原本是跟美元挂钩的 现在他们要跟美元脱钩 他们不是要消除美元 而是要多元 那也就是除了美元以外 欧元 人民币 其他的货币都可以拿来用 那都可以拿来用的情形下 目前最受欢迎的 当然就是人民币 而我们也留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SWIT 他公布的一个最新的资料 说中国大陆第二次又超过 在他的支付系统中 占比3% 有些人说 哎呀 财3%很少啦 你看美国就40级啦 50啦 欧元等等的 美国42 对 42 可是您想想看 如果中国大陆自己的支付系统呢 也就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中国大陆跟金庄五国 中国大陆跟沙特 他们本身都用本币交易的话 都用人民币 那货币有多大 那就不只是3%吧 6% 7%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人民币在未来 它在国际间的市场份额 会再扩大 是 杰大使 其实西方的媒体 都把这一次的金庄会议认为是 就是说非西方国家团结起来 挑战西方国家主导的 国际秩序的时代的一个开始 甚至是一个终结 也就是有人说 这就是西方主导 国际秩序的时代的结束 那有人说是非西方国家 开始挑战的 真正挑战的这个开始 我基本上都看到大局 就是说 现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而是西风被这个 所谓的全球南方的这个风 给压倒了 那不过我们真的很客观来讲 就是说你今天要在国际上 发号司令 或者说成为一个主导的能力 第一个点 代表性很重要 那这个金专国家的话 它里面的只是五大洲的 基本上有亚洲的 有非洲的 有阿拉伯的 有美洲的 这个代表性就很够 它的发言权的话 就有代表性 而且它多元化的价值 里面有基督教 有天主教 有这个印度教 有佛教 还有回教 所以它的代表性很够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它就已经胜过了G7 G7非常单元性质 它不管这个文化背景 宗教背景 还有区域背景 它都是很单元 所以它被取代 这个只是 真的从它的合法性来讲 这个金专是要强很多 另外就是说 从实力来讲的话 那基本上从能源来讲 掌握能源 这几个大国都掌握能源 还掌握粮食 全时的粮食 科技 中国的科技 现在已经要超美了 那还有军事 中国加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也超过美国 那这个经济实力来讲 GDP加起来的话 这个说实话 已经到差不多40%的GDP了 37 在全世界 所以超过这个G7的GDP 所以这个就是说 已经从代表性跟实力来讲 它已经超过了 不过这些国家 当然我们有一些远因跟静因 本来这个不结盟国家 就是Group 77 Plus China 这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 可是过去实力不够 实力不够 现在这个实力 事实上是比较够 而且它掌握了 制定国际秩序的规则 的工具 第一个 你要有钱袋子 你要有银行 第二个呢 你从银行开始 开发中 开发 就是说开发银行 你有了以后呢 事实上你在掌握 支付的工具 跟支付的方式以后 事实上你就掌握了 国际经济秩序的根本 你有国际经济秩序根本 你在政治事务上 你有更大的发言权 现在这个发言权 有没有政治的尖打 事实上我认为 有一个看不见的尖打 就是对俄乌战争 你可以看出来 全球南方国家 都没有跟西方国家 一味的指责俄罗斯 一味的要把俄罗斯打倒 这就是已经G7的 一个政治的 一个纲要已经出来了 那整个来讲的话 我认为最大的胜利 应该是中国大陆的胜利 因为这里面 现在的五个成员里面 你说这么多国家 现在有四个国家 都要进来 这个只是客套温暖的话 不过连我这种身材 我都不喝全糖真奶 他故意跟年轻人一样 我认为最终的还是 他对两岸的定位 你如果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任何交集 互不隶属 主权上互不隶属 那就没有办法谈 那ECFA也是 23项协议 都是因为有九二共识 作为前提基础 这个就是事实 賴清德不是说 凡事从事实来讲起 那马英九执政八年 为什么能签23个协议 就是因为有九二共识 然后他隐隐约约 国民党讲一中各表 让他讲一中 对不对 就是有这个东西 所以才有23项协议 所以为什么现在说 基础不牢 所以23项协议 可能都会动摇 是从这里来的 那ECFA是其中之一 所以你现在看到 人家就觉得说 你既然不要九二共识 那凡事就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你就看到 贸易壁垒调查来了 那如果賴清德 1月13号确定当选 那后面 人家可能就想亲了 说小英执政了八年 也没有回到九二共识 那我为什么要再让 事实上思维是这样来的 所以詹世宏讲说 我们不期待这样 你讲这个没有用 重点是如果发生了 请问你有没有对台湾的各行各业 做好准备 对不对 这个李彦秀讲了一句话 我蛮同意的 李彦秀他在他的脸书说 你有没有那个底气 你底气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有足够的底气 你才能跟对方大声嗆话 李彦秀讲一天到晚在跟对岸嗆 这个部分你有没有底气 所以这个不是张志宏能回答的 叫王美花来回答 叫陈吉仲来回答 贸易壁垒调查 农业项目有1066项 请陈吉仲出来回答 你准备好了没有 如果大陆产品说他要来 不然你就是违反公平贸易 请问陈吉仲你怎么办 王美花也是 针对陈一纺织这一堆 如果人家坚持要来 不然就要对你做反请销 做关税制裁 请问你怎么办 所以主角是王美花跟陈吉仲 重点在这里 而且很多人都认为 也许不一定是整个庭 可是有些项目被抽出来 来当做制裁的项目 那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不然朱凤莲不会那样答话 朱凤莲一定是看到了 中国商务部部分的调查结果 他才说你们已经违反了 ECFA当初希望双方能够追求 这个互惠的原则 对不对 我认为这个核废水 核废水是日本的说法 很多人根本认为是核污水 因为核废水就是你正常的排放 可是所以日本都在强调说 我的排放川的浓度将到多低 所以我要分成30年来排放 重点是人家认为你不是只有川 你还有别的辐射成分 那人家就说 那我们到日本来采样 来验好不好 日本拒绝 重点是在这里 所以人家就会恐慌 而且我跟你讲 你这个是一次性的查 那请问辐射物质会不会累积 人家也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在整个科学上 还有这么多变数的情况之下 然后你不让可能的受害国家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韩国 到你日本现场采样来做调查 你心虚是不是 还有另外 如果你认为那么安全 那个川的含量这么低 那你为什么不撒在境内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倒到海里呢 你撒在境内也没有危害到 你日本的什么 你如果认为是安全的话 结果现在就是消费者会恐慌嘛 比如说韩国 韩国现在是隐习也不表态 可是韩国的海盐已经大暴涨了嘛 你没有看到今天台盐的股票涨堤吗 连台湾都这样 你只要以后 我现在就怕 那个中国大陆现在禁止 日本的水产品到中国大陆去 结果日本全部都倒到台湾来 这可能性极高啊 可能性极高啊 那那个我们的那个 那个农余单位的说 他会出来做抽烟 你相信啊 你认为这个会有结果吗 好了 我就讲到这里 我自己我就不会吃 吃这个日本海产了 大家都很喜欢 对 我一定就停止吃了 因为 因为这个太危险了 本来这个你核在的时候 就已经海水有一点污染了 对不对 你附近都污染了 你土地都污染 你海水还会不污染吗 对不对 那你现在又把大批的这个核污染水 往海里面倒 那日本那个水域附近 那些那些海产品你还敢吃吗 连渔民都抗议 他们自己当地的渔民 渔民大概说 他们已经本来日本的这个 这些福岛这些周围县市的 这些海产在日本 他本来还在卖的 那可是呢 他这个 因为日本一定要标注这个产地 他们的卖的都比较便宜 就是说大家 这个不买 不买就靠降价 勉强还可以维持点生计 那这些日本渔民 在福岛附近渔民 你这一次这样弄的话 我们就整个垮掉了 生意垮在哪 他也本来就不能外销 他垮在日本 日本人不吃 对不对 更不要说 日本人都不吃 你叫我们台湾人吃 我才没那么笨 对不对 日本人都 日本人多惊 他们讲了很多科学数据 他说 这个就是不能说服我 对不对 你这个所有都不能说服 你把名字给了 PLAS水 谁知道 PLAS谁发明的 突然变成 日本就说 我突然发现 我发明了一个过滤 可以去读的 一个程序 你也不给大家来检验 你也不让大家去看 你那个PLAS 到底是什么挖哥 你就说我这个水 现在经过这个储蓄 ALPS ALPS 反正我也搞不清楚 就突然 他说他可以去掉 所有辐射的 对 全世界就突然 发现这种力气 全世界就突然 日本发明了ALPS 什么挖哥 大家也不知道 他不给你看 说我经过这ALPS以后 我的水就安全了 那日本人说 日本人说 这个不具说服力 我不相信 他找了很多外媒 到他们厂里面去参观 说很安全 你最近有没有看一个 BBC的一个外媒进去 他去了就说 他们搞了一潭水 然后养了一些 这个 养了一些笔木鱼在里面 这个就是证明安全 还活着 就是这一群鱼 就在里面 活在里面 就这样 其他那个BBC的 那个记者 是被邀请去了 他全从头到尾怀疑 对 从头到尾怀疑 他没有说服外媒 所以没有办法 他故意缩写成ALPS 这是阿尔卑斯山的水 阿尔卑斯山 那你太纯净了吧 故意的 我觉得 我觉得 你的手法 修罗 日本政府的作为 连日本人都不相信 你怎么叫外国相信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日本人这个好 那我们政府 我们政府是 我们政府 现在负责外交 叫日本人大哥哥 或者说他要怎么 告诉他台湾人民 说用什么方法 说 安不安全 但他现在选择 就是不讲话 他有帮日本人背书 对 你不采取行动 就是背书 另外一方面 你也觉得你说 日本人有做 做适当的处理 这些都是帮日本人背书 不过讲到 讲到这个 赖清德最近要招待 习近平吃下人犯 什么 我觉得好像 三岁小孩在讲话 你自己 你这种话讲出来 你自己信吗 别人会听你 这几句话以后 两岸就 什么ACFA 就没有问题了 两岸怎么样 大家就怎么样 成兄道弟 不可能的 你只要赖清德 讲这一句话 中华民国 与中华人民国 互不利索的话 这跟搞台独 就是完全的等号 你如果不改口 你基本上 大陆就认定 他是顽固台独分子 那他要执行人政治 就顽固台独政策 他如果找你吃这个晚饭 喝珍奶 你会接受吗 不会 因为我胆固醇不敌 而且我年纪也不小了 所以对于这种高胆固醇的东西 还有高热量的东西 还有现在有爱妻严格控管 所以我现在是对这个境界不明 但我知道很多年轻人爱喝珍奶 他是刻意要年轻化 所以说这个话 但是我觉得这种 嬉皮俏脸的讨好的话不好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 我觉得一个要成为一个国家领袖的 或是要选总统的 讲话必须要客观 要持平而论 要以礼来服人 他讲到说台湾是给 对日本 对大陆好 所以台湾不求回报 不对哦 我自己家里做生意的 我父亲以前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自协厂 我很清楚知道 台商的第一次的离家出走 跟美国的301法案是有关系的 那个时候台湾面对这个传统产业 在台湾已经走不下去了 照耀东时代 所以叫做西洋工业 然后美国的301法案 对修理台湾 大陆提供便宜的土地 因为刚好大陆在经济改革 四个经济特区 东晚就是一个主要的四点区之一 深圳也是 还有厦门 所以台商绝大部分就往福建广东 这地方移动 为什么会去移动 因为土地成本低 劳动力成本低 所以事实上是 你好我好 是两例 不要以为你是给人家恩惠 不是这样 因为台商根本活不下去 接着几波的离家出走 都是因为在台湾的人事成本升高了 经济成本升高了 然后再加上美国的贸易限制 所以台商一波一波的离家出走 大陆刚好提供给你最廉价的土地 廉价的劳动力 高素质的劳动力 再加上同文同种 同文化 很好管理 比到越南管理好多了 所以不要说不是事实的话 这是对大陆好 对台湾好 良好的事 那良好的事 你应该要持平地说 而不要以为自己给人家恩惠 我觉得这是要不得的事 用这个方法来搞民粹主义 现在大陆确实 它从ECFA开始 就是给你片面让利 现在它开始要求我们对等 我们要公平 我们要相互尊重 你同不同意 我们有话 你要站出来说你同不同意 你今天人家要求对等而已 你如果做不到 你就说我不可能给你对等 那人家就说 那对不起 我也不可能再片面让利了 因为我就是要求对等 就这么简单 好 最后一个我觉得 日本的核污染水 如果按照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 说的那么安全的话 我强烈建议 把它装成瓶装水 在美国认为符合科学的标准 在美国的超市卖 在日本的超市卖 在韩国的总统 韩国的政府很像 我们满清末年的 那迂腐的梁光总督 好像叶明称还是谁 然后取名阿尔贝斯吗 不是 那个是正量取名 不是 他真的叫阿尔贝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他的意思是说 不战 不和 不想 不走 叶明称 不战 不和 不想 不走 重点是不死 那韩国现在就是 不反对 不支持 你就放吧 我个人认为 目前中国到了 只是第一波 接下来会对于 日本的农鱼产品的 制成品 食品 会有第二波 那这个时候 一直到里面 日本停止排放为止 经济学员杂志在这段时间 由于政治化以后 他的学术地位 跟他的学术价值 快速地下降 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就不太讨论 这些非专业性 带有政治偏见的 这些文章 因为我就觉得 它就不重要了 我们先谈一下 这个欧巴马 欧巴马总统时代的时候 他就发现 G7已经没有办法 起决定性的作用 也就是说 过去是G7 在支配整个全世界 的经济 所有的规则都他定 但是欧巴马很务实地 发现G7没用 所以就成立了G20 那在这个G20 每一次要开会之前 G7就会先开会 来进行步调一致的一个做法 现在苏利文又到欧洲去了 又要去拟据所谓的G7 要透过G20的活动中 来制定国际的经济规则 可是问题就是 现在美国已经发现 他们越来越无力 G7的这些老牌的工业国家 发现他们的经济状况 越来越差 不只是美国差 英国很差 德国现在也负成长 那我就不得不再批评一下 这个经济学人杂志了 一个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 是4到5 而德国是负成长 英国是负成长 美国是1.2 日本是春步难行 那么这一些G7的所有的国家 都春步难行的时候 一个比蜗牛跑得还慢的 而且还倒退走的 说你跑5%的你是够慢的了 这个真的是我们不能理解 这个经济学人杂志的那一些人 他的脑袋装的是什么 也就是说一个已经往后退了 然后却说一个跑到前面5%的 说你跑得好慢 真是了不起 可能他们对中国报有很大的期待 但是他也至少看一下他们英国 就看一下他们英国 现在的情况是多么的严重 看一下德国现在呼天抢地的一片 看一下美国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到底要升息还是要怎么办 都不知道 好 那问题就在于 这些都不知道怎么办的 这些政治领袖 然后却在看一个还在往前走的中国大陆 然后说你跑好慢 真是可笑到极点 好 但是这一次的金砖 已经加了六个国家有地域的概念 例如说美洲两个国家了 巴西加上阿根廷 然后亚洲维持两个国家 所以您刚提到为什么印尼没有加进来 亚洲维持两个国家 中国跟印度 欧洲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 还有俄罗斯 俄罗斯也算吧 一个国家欧亚大陆 对 因为欧洲 俄国比较偏在欧洲这个部分 那非洲多加一个国家 非洲本来就南非 这次加了北非的埃及一亿人口 还有伊索皮亚 东非一亿人口 所以非洲的重量把它拉高一点 那就三个国家 中东这一次两个国家 富有的 阿联酋 还有就是这个沙特 然后另外也是属于中东 但是偏中亚的就伊朗了 所以伊朗已经有一些中亚的代表性 在里面整个组成为一个新的金砖国家 一般估计明年印尼应该可能可以加入了 那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它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G7 这几天因为瓦格纳的事件 很多新闻都被分掉了 事实上22号到24号金砖五国的会议 上次我认为是非常历史性的 在这个世界变局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除了刚刚汪老师提到说 有些国家当然还在观望之外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一次能够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比如说它要不要扩容 就是说增加 现在有四十几个全球国家表示希望 23个国家申请 那么这次增加了6个 可是会前是怎么样讲的 都说这个是为了中国 这个目标来增加更多的成员国 是为了中国要利用 那是这么分话 然后讲说 其实这个巴西特别是印度 很有意见是反对的 可是结果出来刚好不是这样子 这几个组织会表示说 非常的欢迎 展现出来这种团结 超乎西方原来预期挑拨离间 他们特别是拉拢印度 就怎么样能够 没有他们没有料到说金砖五国 就越来越团结 然后现在变成又成员又增加 他们就参杀着分化 拉拢印度 可是最后印度也是表示支持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是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象征一步 虽然有刚刚温老师说 有些国家在观望 可是其中一个比如说埃塞尔比亚 他那个总理就讲说 这是我们国家伟大的一刻 他觉得说这个时候能够加入 这个新的金砖集团 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怎么说呢 过去比如包括台湾这个成长模式 我们是经济发展起来了 可是你怎么发展 还是被美国人控制 非洲拉丁美洲 更是几十百年来想要发展 怎么样都逃脱不了欧美的这次魔手 所以这金砖五国的发展起来 形成一个力量 包括刚才讲能源土地人口 是有可能让全世界的 这两个这个帝国主义之外的国家 导出一个发展成长的契机 所以这种情况才是一个 它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习近平他们讲说 就是要团结 而且要承担这个发展 然后要和平 这个是一个很大一个 全球力量的转变 我们不可以再用过去西方那种 这边就是没有用了 一定会失败了 西方当然唱衰 希望它不成功 可是我们不能够这样子 我先讲一下那个国防 等一下再讲外交了 就是说评论这个东西有点危险 就是说对岸中共 一直把这个军力强大 那我们提高国防预算 难道有什么错吗 没有错 但是这个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3300 或者2200磅的什么抗炸机堡 它对岸发展4400 5500 6600 你抑郁抜底 我们现在都讲说 那能够备战吗 难道束手投降吗 要备战 关键是备战的目的是要避战 还是备战的目的是要开战 如果你不是要开战 很重要关键 你要不要接触 要不要谈判 要不要从和平的方向 我们没有 说应该要备战 备战好像就能够防止战争 你用这种方式 你有2200他有3300 你有3300他有4000 中共的整体军力比你强 那你现在就算在增加 这样的国防军会 你相对对方那么庞大 这个逻辑对吗 这种方式对吗 这个钱是花到哪里去了 同样的我们谈到外交的部分 然后瓜地马拉 中国都叫做维地马拉 前几天那个政权就变了 选前当时总统就讲说 他要准备跟中国建交 当然他也很贼 选上了就是说 先说维持台湾跟中国 都是平行外交是可能的 然后老公就叫他说 你要做决断 他要讲说 希望能够 必须维持跟台湾的关系 这什么意思 他选前支票都对得国民开 选后为什么没有 马上跟中共建交 他要这个嘛 要钱嘛 是不是 所以你看 蔡英文到非洲去 到了最后 我们南美洲只剩巴拉圭 非洲只剩这么一个国家 史瓦地尼 十几亿下去了 跟刚刚的逻辑一样 钱下去有用吗 你备战有用吗 我跟你讲 同样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这个金庄五国 习近平这次去参加 金庄五国说 同时因为这次 举行的会议是在南非 他同时跟南非有单独的 两个国家的对谈 我看那个场面 跟他讲的这个讲话 他跟那个南非的总统 叫做拉玛弗萨 说真的 我们台湾连那个总统 叫什么名字也不太关心 我们根本 巴西自好叫鲁拉 那个拉玛弗萨 坐在那边谈的时候 旁边很多有非洲联盟的 他们各种各样的 重要的领袖 就在旁边一起参与 然后习近平 他怎么讲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他讲说非洲怎么样 2063的非洲计划 原来人家非洲人 有他的想法 当然嘛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们都希望发展 台湾发展起来 大陆也发展起来 非洲 长期就是一个黑暗大陆 这种印象 人家不想改善吗 所以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计划 那怎么弄 习近平就说 要跟他展开很多具体的 从支持他们的工业化 到农业的很多计划 我讲个具体 比如说他那个人才合作计划 他说要培养未来500个 职业学校的校院校院长 跟骨干干部 这个干部 同时要1万名 这个很有趣 中文家职业技术的 这些所谓的老师 然后要邀请2万名 各国的政要专家 去开研讨会 然后要跟非洲 他是借南非洲讲 整个非洲说 要发展100个大专院校 互相的合作计划 启动10个研究项目 我要听到很具体 我们的是3.6亿 那到底用到哪里去 这是收买收买收买 你看看人家的布局 跟他的发展 你就知道未来趋势 岌岌可危 这种路线对吗 硬对抗硬搞 能够走出路来吗 是 大家值得好好的想一想 来 请教賴老师 原本我们有九二共识 的马英九时代 我们跟中美洲的国家 绝大部分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而且是七个国家中 我们是超过一半以上 所以我们参加中美洲的议会 以永久观察员的身份 二十几年 蔡英文任期内丢光了 只剩下两个 五比二 所以他们的尼加拉瓜提出 就是排我纳中案 民进党当局摸摸鼻子 说我先退出 我退出 我不是被你赶走的 当初他们怎么骂蒋介石 退出联合国 蒋介石退出联合国 就是多数诀就提出来了 就是排我纳中案 所以台湾被赶走了 那蒋介石为了尊严退出 民进党怎么骂蒋介石 民进党当初怎么骂蒋介石 现在就要怎么骂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同一个标准 因为当时时事已去了 所以蒋介石为了尊严 他必须要离开了 同样的道理 你今天说你为了尊严 那你当初怎么羞辱蒋介石 说我们本来可以两宗的 本来可以被承认的 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请问一下 你今天你要对蒋介石说道歉 你要认错 我觉得这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道理 因为你输光了 为什么你蔡英文执政的任内 我们在中美洲整个地盘输光了 原因在哪里 你挑起九二共 你否认九二共事 你挑起外交的战争 本来我们双方已经外交修兵了 是你故意挑起来的 你故意挑起来 而你还战败 战败不用对人民谢罪吗 你一连串的战败 难道都不用任何负责任 也不用道歉 也不用对我们认错吗 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是你挑起战争的 你战败了 你就负起全部责任 刚刚讲到非洲 斯瓦蒂你说不是有买的 就是有买的嘛 一百多万人口而已嘛 台湾的一倍大嘛 一半而已嘛 1.7万平方公里而已 台湾的一半 人口就一百多万 你给了13亿人口 给了13多亿 你不是要买的 你用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 那我觉得 但是中国大陆经营非洲 已经不再用过去 台湾的那种老的方法 用买的 一定是一个互利 我帮你工业化 那请问你的工业化的训练 设备 网 还有所有的基础建设 我来供应 那就是一种互利了 我赚你的钱 你工业化 我帮你农业现代化 那我的专家过去了 我的基具过去了 我的无人机过去了 那叫做农业现代化嘛 那你赚 我赚 彼此都赚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请问他的代工 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